大家早晨 又到了星期最後一個交易日 今日港股事前分析講題是 國企指數玉升環跌 本來是那個豁湖B中B 或者豁湖2中B浪反彈 已經開始了在很多主要指數 指數期貨的日線圖上 都出現了早晨之星 或者類似早晨之星的利好轉型型態 但是昨天又跌了下落下來 有一點點害怕了 不過我覺得暫時不用這麼害怕 因為始終昨天是6月份企劃 今天是6月份場外股票企劃 好友依然有機會在今天完結後 即是下星期一開始就再度反攻 我們看看50隻國企股市值 排行頭30位的表現 看到這隻小米就升了 其他全部都是跌 除了工廠銀行就沒有起跌之外 昨天壓低的指數 最下落力的就是阿里巴巴的股價 美團的股價 其次有幫手的就是 京東集團和安踏體育 收市時候 然後就這個 賣出結束連續四個交易的資金 主動買入6億4千2百萬 占總成交加價只有2.1% 2.1% 6% 不夠5% 即是沒有什麼差別價值 另外 整體主動賣股比率 49比米一 買家和股價入市進取程度差不多 大戶呢 超級大戶 訂得很厲害 29比31 極度配合下的勢頭 另外 在這個境下 哦 特大戶也不算配合 46比54 不夠45比55 第一個 資金流向趨勢 收市前掃回貨 除了超級大戶之外 其他兩個大戶 即特大戶和普通大戶 加上炒價一路掃貨 賣股金額比率 是沒有什麼變動 就是13.901% 即是其實在職業炒價 並沒有增強部署低等後市 陰陽足日線圖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 陰陽足日線圖平均線 五天平均線 兩個交易前 已經跌穿了二十天平均線 五十天平均線 阻力下壓 指數又回到五天平均線下面 全部都不是利好的現象 不過 我們有一條上升軌 很遠的地方 四九一九 升上這個位置 看看這個位置有沒有支持 其實你看這個位置之前 應該看這個位置之前 這個位置之前 這個位置之前 失手已經是一般 這個位置之前 這個位置之前 失手 那條上升軌支持 未必能守得住 昨天跌市音速 成交和上日差不多 不大分別 O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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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配合分近日指數的走勢 當然是輔助分析指標 DMI 現在是利淡的 因為正DI 早前跌穿了DI 我們接下來 就看這個五個 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是否全部利淡 看看RSI RSI 是的 剛剛回到五天平均線 全部利淡 短線投機 你就不可以想著了 國企股 國企指數 的相關 新工具 都不適宜想著 看看它要回到之前 這個高位 剛剛的反彈高位 是6541 6541 6月28日高位 剛才提到的上升軌 這個位置說了 剛才提到的是 10月31日的4919 再看一個位置 應該是 歪了一點 歪了一點 再看一個 這個位置 剛才叫大家看的 是 60845月31日 看到那些形勢 就真的非常麻煩 剛才還有一個位置 說這個 必須要搜的 就是6356 6月23日低位 6月23日低位 6356 失守之前 就要看上升軌 在這裏 上升軌 都失守了 就會看 這個 616084 5月23日低位 大約6084 說 形勢都很麻煩 你說短期要轉勢 當然是 固A 現在錄固B 照計固B 細分為低級的A B C 這個B 好像短了B 會不會是 固A 固B中A 固B中B中A 固B中B中B 然後固B中B 然後固B中B中C 一二二二 就會知道 我們都不可以否定 這個可能性 我們